王娃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来介绍这本书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法国美食室 关于行家知识与风土认证 然后是由天培文化出版 这是一系列跟各国饮食室有关 那之前我们出了 意大利美食室 然后还有西班牙美食室 那当然我们绝对不可能错过 那个法国美食室 因为法国美食 基本上可以说就是 现在全世界公认 顶级的那个美食 那可是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想过就是 到底什么时候 法国饮食 法国料理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出现呢 因为法国不是 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它最早之前 就是像罗马高卢的统治时期 然后到西元初 然后变成基督教影响 然后到中世纪 所以其实法国料理 就是我们现在认知上的 这个法国美食呢 它出现的时间 其实并没有那么早 那到底它怎么产生的 其实就是这本书要讲的重点 这个作者 马利安泰本 他本身是一个法文系教授 然后他自己对于法国饮食的研究 也非常的专精 其实像写法国饮食的人非常的多 那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写出一本 令人耳目一新 然后又有独特见解 然后又那个就是论述非常详实的 法国美食史呢 其实他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当然他所有的研究成果 就整理在这本书里头 然后在这本书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来聊聊它最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法国饮食的历史 建立在它的故事上 各种传说啊 各种那个记录 各种包括文学 包括电影等等 那这是法国饮食 它其实是从这里头建立起来的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 之前在谈那个意大利饮食的时候 就反而是说 哦我们不要被那个传说 误以为传说是那个 是意大利饮食的来源 可是到了法国的饮食的时候 其实就是相反过来 我们就要来看 哎他到底怎么借由这些故事 然后能够建立起 这个法国料理 法国饮食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概念 然后所以就是像有历史学家就说 哎即使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时刻 你也需要一个博学的详导 这样子你才能够知道 你怎么进入这趟 美味的法国饮食之旅 对因为其实 在这个法国的料理里头 你除了直接品尝它食材 新鲜度或者是它的风味之外 那它更重要的是 哎那这些饮食 这些一道一道的菜 甜点 糖背后到底蕴藏了什么样的意义存在 那因为你知道了这些 所以你会从食物中 就是品尝到更深邃的味道 对这是说起来很抽象 不过比方说我们可以想想看 他们有一个那个传说是那个马利安东内瓦特 就是它跟蛋糕的那个起源到底是什么 然后包括还有我们不是很熟的帕门蒂埃跟马铃薯 可是其实马铃薯我们现在常常可以捡 但是很久以前其实法国人其实是害怕吃马铃薯的 他们觉得马铃薯好像是一种有毒的食物 他们甚至就觉得那个就是给猪吃的 人怎么可以吃呢 可是这个帕门蒂埃其实 他到别国去然后发现 那里的人吃了马铃薯之后 深墙体肩让他开始做研究 所以其实之后他才把这样子的概念带回法国来 那另外包括带高乐跟258种奶酪的传说 那其实这258种也不是一个定数 因为有人就说是325种 那有人说是246种 那这些数字的那个不同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传说在人跟人之间讲述的过程中 其实有的加油添醋 然后有的又那个擅自缩减数字等等 那可是这样的传说留下来 所以其实法国奶酪 法国的起司 就是我们所知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 那包括我们现在很熟的 比方说像卡门贝尔乳酪啊 那这些其实在法国 他原本都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 而是就是在意外中制作出来 然后产生之后 法国人就替他添加了一些听起来很吸引人的故事 所以这样子也让这个这种食品呢 就有了他的重要性 然后包括我们如果那个会读文学作品的人 一定听过就是那个普鲁斯特追忆四岁年花 一开始的那个马德莲小蛋糕 马德莲小蛋糕其实就是一个很寻常的 五茶小蛋糕而已 可是却因为他们这样子的文学上书写 然后他就留下了 1500年来那个整个大家对马德莲就有一个特别的想象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美食文化呢 从刚的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就是跟他的传说 跟他的写作有关 因为这些写作这些记录最容易流传下来 所以当法国开始用了Gastronomy这个词 他其实到19世纪才被创造出来 那原本他可能指的就是那种摊杯好吃的 然后形象其实是蛮负面的 可是到19世纪这个作者这个美食文化人黑尼耶 他写下了这个词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一个那个美食家的新意义出来 那因为法国最早用了这个词 然后又替他下了这个定义 所以像这样子的方式 就让法国他渐渐取得了 去讲到底什么是美食的那个主权 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先讲先讲先赢 然后就渐渐的传扇到其他地区就被认可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讲那个法国美食 甚至在讲其实谈各国的料理的时候 我们使用了很多词汇 其实都是来自于法国 然后他们其实就很好玩的 就是那对于这些记录这些资料 他们也会有意识的去保存下来 然后一代传一代 然后甚至就是他们的食谱书 就是也会承袭先人的那个心血结晶 然后再继续发扬广大 那所以我就作者说 我们要研究法国美食 就除了看他的那个历史记录之外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食谱书 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文学 或者是艺术上的创作 从这些里头就最能够看到 法国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形成 那他又怎么样产生产生那个影响 那不只是在法国本土凝聚了法国人 自己的那个饮食文化的共识 更厉害的是 他们就是传散到各国去 那不管是不是他们的殖民地 或者是其他 包括我们之前谈西班牙美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们往事的人 就是被派遣到西班牙去 当西班牙统治者的时候 就把法国宫廷商城美食的那一套 就带到西班牙去了 那所以其实像到现在 比方说法国的酱汁里头 有一道特别的那个酱汁 叫做西班牙酱汁 那也许我们可以从名称知道说 它可能最早起于西班牙 可是其实现在就是被法国收纳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西班牙酱汁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指的是法国的那个餐点 而不会就直接反映说 西班牙酱汁是西班牙的那个料理 那这是法国饮食它自己就是产生这么强大的力量来源 那这本书其实就就是要回答 那为什么法国人会这样子的饮食 那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法国烹调 法国料理到底什么时候形成 那还有为什么法国人这么热爱 他们自己领土上的各种特色食品 而且他们那种热爱执念到 包括他们建立了上千种的那个乳酪起司的评选标准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反复的那个 那个评选标准的定义了 那除了这个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红酒 还有他们就从那个意外产生的气泡白铺好酒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香槟 这些就是酒类啊起司类 其实现在都真的就是一个法国的代表 那除了法国人本身的热爱之外 然后其他非法国人 世界上各地的人 其实也都忠心折服于那个法国 法国食物的美味 跟他们想象或者是他们革新所创造出来的那个餐点 那所以就是作者就带着我们 就是透过这些他的研究 然后来让我们从这本书里头看到这些问题的解答到底是什么 然后像包括就是 我们现在可能如果是厨师 或者是对于那个料理比较喜欢的话 比方说法式料理的肉汤啊小菜啊或者是瑞谷炖菜 就是你看到这名称 你就知道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应该要怎么做 那甚至你要学习那个料理 这样子一项专业技术的话 那其实就跟你学甜点一样 你也是要去记很多的法国的词汇什么的 那这些就是法国其实在政治或军事上 也不算是太强大的国家 那可是像在那个料理 在美食文化上 其实他们就发挥了很大的力量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可能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平常的东西之外呢 其实法国还有一项 就是现在也受到世界各地喜爱的就是面包 那曾经就是他们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 就会实行面包法令 可是就看起来会让人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 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他们会做各式各样的面包 什么黑面包 白面包 软面包 硬面包 常棍面包 圆形面包 就是你想得到的跟你想不到的 他们都各式各样的面包 他们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他们这个面包法令呢 其实他就定定了 面包 哪一种面包 该有的成分 什么 然后他的大小 他的重量 他的长度 跟他的形状 他们竟然就是全部都给他 定出了一个标准 而且还有更夸张的就是 身份地位 跟你的身体状况 你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你可以吃怎样的面包 就不是像现在说 我现在想要吃一个法国面包 我就可以去 去买个法国常棍面包 那我想吃别的 不理由面包 或什么面包 我就可以吃别的 不行 他们那时候就是 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规矩来吃 那除了面包之外 还有每个人 平常生活 其实每天饮食也很重要的肉类 那他们对于肉 也是有这样子的规定 那包括你是 那个农村 你是农民 那你可以吃怎样的肉 你可以吃哪些部位 那如果你是城市的人 然后甚至你是 那个商人阶级 或者是你是贵族阶级 那他们都有一套 很反复的那个限定 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想到 那谁握有分配权 谁就最大嘛 那所以像那个屠户 他其实就被赋予说 你屠宰这些肉 你可以分配给谁 那他们就握有很大的权利 甚至他们有时候权利 达到那个地方政府或管理者 还会跟他们相争 甚至可以大到跟国王 直接产生的那个一个拉锯 当然这些饮食都不是 理所当然就是 这个时候规定这样 你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他除了中世纪之外 后来到了更近 更近现代的时候 他反而这些土户 因为权力过大了 结果就又被国王废止 那一直可能要到 19世纪以后 整个那个肉类市场 才又重新恢复 那当然这个重新恢复之后的 那个生态跟秩序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不过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那他们为了管制这个肉类 然后不让人民过度使用肉类 他们就会去发明一套讲法 就说你多吃了肉 或者是你多吃了哪些 部位你不该吃的肉类 就明明同样都是人 可是我 你是农民 可是你却吃了 本来应该是贵族 才要吃的肉 但这样会对你的健康产生 很不好的影响 因为大家的知识 没有那么普及 所以其实这些说法 这些论述 在那个时候 其实还发挥了蛮大的效用 反正像这样子 一般人跟上层贵族之间 就是在饮食上 就至少在中世纪以前 到那个古典时代 这一段时间 其实有点算是敬畏分明 就是你不能跨越那个界限 那上层阶级当然很明白说 反正我武力没有那么强大 可是其实更厉害是我的美食 可以去控制世界 可以去收服人心 所以他们也会一直在那个料理上 做很多的研究跟创新 那包括就是 可能他们以前就是 搭块肉去料理 然后去端出来 可是到了那个路易十四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料理就会变成说 他会把肉块分成一小盘一小盘上来 然后就出现了那个盘装的肉类 对这是以前没有的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 他的酱料会用面糊来蒸稠 可是更早之前 其实就是比较偏向像清糖式的 当然就随着这些料理上的技术创新 跟料理方式的演变 那他们也一边就把它都记录下来 所以其实法国留下来的食谱 非常的 应该算是相比起来是非常的多 那也就变成其他各地厨师 那个算是指导手册 那所以这也是法国美食 可以这样也再扩散到其他地区的方法 后来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 然后因为我们刚有讲说 面粉做面包的最重要原料 可是因为到了那个法国大革命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然后也包括那个自然环境上的不利 所以其实那时候面粉就产致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他们就会控管那个面粉的使用 可是这样一整个 因为它影响的是最基本的那个人民生计 所以整个那个乡间就开始动荡不安起来 所以甚至引发了那个面粉战争 然后这些其实像面包师 他就必须承受大众对于股物价格的怒火 那可是政府的回应还是用那种规定 还是用以前的那一套规定 说你就是只能卖怎么样的面包 你不要来跟我争取些什么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给你这些额外的那个开放 所以其实除了肉类之外 然后面粉反而也是成为他们那个 就是整个社会 然后出现一些抗争跟暴动的原因之一 然后不过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面粉的问题 所以就是也是像我们一开始讲的 有人开始就推动以马铃薯来解决这个面包危机 那马铃薯就从之前被认为是有毒或者是家畜吃的 可是到现在因为人民食物不够面包不够 那就也开始渐渐接受说 好那我就用马铃薯来代替部分的主食 然后就是基本上稍微缓解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粮食战争 那可是因为面包短缺嘛 所以又再度反映说 哎面包其实很重要 那当时就是巴黎法国首要之都 他就开始了从面包上下手 然后他们很那个时候其实就知道 哎那我要把面包变成一个有时尚气息的产品 他不再只是每个人每天吃的食物而已 那因此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那个发酵白面包 其实是到那个时候才才那个由巴黎的面包饰做出来 那在此之前他们其实比较多的都是比较扎实的那种远形面包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到现在巴黎面包其实就是各设各样 甚至你也可以专门就是学习法国面包的制作 你可能就就可以学很久很久都都学不完 那这样子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 他其实除了撼动整个社会的阶层之外 那其实像从刚才这样讲的 我们也知道说 他其实就也影响了整个那个饮食的观念 跟对于食品怎么样供应取得的影响 那所以这个法国他其实就重新界定了 到底所谓什么是法国饮食 然后就跟西班牙一样 就是原本是由中央主导的 那现在又变成说 除了中央的上层贵族宫廷料理之外 另外就是他们就反而在扩展到地方去 然后渐渐的纳入地方的那个料理食谱来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 这是里昂妈妈的料理 那所谓里昂妈妈其实就是地方地方妈妈 而且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就是 法国料理其实是长厨的通常就是男性 可是到这个就到19世纪之后 那有女性厨师就渐渐的出现了 那现在讲的是真正就是在厨房里工作的女性厨师 就除了像这样里昂妈妈们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餐厅里也会出现女性厨师 可是如果就是作者又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再回去看那个文学 或者是艺术作品里头的记录会发现 好像不是19世纪以前才有女性厨师啊 为什么像那个追逝水年华里头 那帮那个主角做蛋糕的 其实就是女性厨师啊 那作者就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法国文学里头 或者是他们的传言记录 反而有点不符现实 就是其实女性作为厨师的那个次数 在这些虚构的文本中 反而出现的频率比现实中还要高 那这是他们一个奇特的状况 那真正要有那个女性大厨 其实真的就是要到19世纪之后才出现 然后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八个章节 大概就是从以前 然后一直讲到现在 然后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部分可能是现在 可是借由这样子的回顾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法国饮食为什么这么多遍 然后为什么他真的有那个实力说 我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 当然就是你看了这些之后 你下次去最实际的就是 你知道那个哪个地区的乳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你想要吃哪一种 就是也许你就比较知道怎么选择 当然酒类也是 还有就是看起来简单 可是实际上并不简单的那个面包 然后另外就是第六章是 目前的几本那个美食室里头的书 比较少有的一个主题 就是他这本书的第六章 他就是完全从那个法国留下来的文学作品 那包括电影 像就是也许各位也有听过的那个 像如果刚讲的那个追忆四岁年华之外 巴比的盛宴 那或者是更近期的有一本 就是近美好人生 那那个很有趣的就是 他有讲说北非 因为法国统治过北非 那北非有一种小米做成的餐点 叫做酷子酷子 那这个本来是地方民俗的菜 可是结果法国因为 因为统治北非的关系 那他就引进了法国的那个料理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法国料理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出现了 其他地方的特色材料 其实这也是属于法国料理的一环 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国料理的博大精神 然后还有他这样子营造各种传说 跟故事的那个精彩之处 这是这本书大致的介绍 希望各位能够有时间动手翻翻看 好谢谢王华 王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来介绍这本书 是不是先从作者帮我们介绍 这作者法比欧帕拉萨索利 其实他一直以来的工作 是跟美食非常有关的 然后他在意大利一本畅销杂志 叫做红虾 就写了很很久的专栏 那这本杂志其实就是特别会讲 意大利的葡萄酒还有美食 那不过后来作者就是离开意大利 那搬到美国去 那他在美国时候其实 就是常常会有人知道说 你是意大利人 然后就会对他很好奇说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下厨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好料 因为我们对于意大利的那个印象就是 大家早晨起来就可以端杯咖啡 然后坐在庭园里头 慢慢享受悠闲的那个早餐时光 然后中午可能就会那个三五个朋友 小聚小酌一番 然后大家的手艺似乎都非常的好 随便就是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就可以组成一盘那个非常丰盛 美味的意大利料理 那这个作者呢 他常常也遇到这个 人家像他这样询问 或者是人家投射在他身上的刻板影像 对 然后就促使他开始想 那到底所谓意大利料理 意大利饮食是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各国的饮食的时候 其实常常也会 也会碰触到的问题 比如说在台湾大家就会说 那什么是台湾料理 是眷村料理吗 还是那个客家小菜小炒 还是那个 夜市文化 所以真的要去定义的话 其实好像就不太容易 对 而且追究下去可能又要从和西时代 一直到清朝 一直到这个 很多这个中国大陆 迁移到台湾的这样移民 影响住台湾料理 所以这本书呢 一样也是从这个意大利的很多 这个早期的历史开始讲起 甚至更早追溯到意大利的神话的一些连故 是不是来帮我们继续介绍 好 对 那所以作者其实他就会从那个 一开始来追问 那到底意大利料理 意大利饮食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远古时代 就是我们曾经可能都在课本里头 学过什么肥沃约 玩底格里斯河 又发拉底河 那那里大概算是人类 其实很早开始种植古物的 的那个池塘塑 那意大利其实因为地缘 在那个环地中海区 所以其实他们早期的饮食是 也是跟那里息息相关的 对 可是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大概也没有所谓意大利这个名称 那但是从那时候开始累积下来的 包括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地中海饮食 那我们现在提到地中海饮食 会觉得他好像是非常有益健康 甚至有人用地中海饮食来减肥 甚至他还可以那个什么 预防那个疾病什么的 可是当我们看到作者 开始讨论地中海饮食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那个地区其实他算是土壤比较平级 他不容易种植作物 可以跟种的地方其实很少 然后呢 那里的像动物脂肪啊 然后奶油 那些其实取得不易 所以对生长在那边的人来讲 虽然说气候条件算不错 可是他们就是主食里头能够吃的就是 谷类或者是蔬菜 那就是或更精类 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认知的地中海饮食的那个核心 然后所以其实对照起来 他们那边的人其实是因为 常常要面临那个就是农作物收成不好啊 饥荒啊 然后又其他动物性的那个食材取得不易 所以他们就就会改吃这些东西 那可是到现在呢 却竟然被一些就是可能是商业 商业的策略 或者是某些那个就是有心人的刻意操作 所以就把地中海饮食好像变得非常高端的那个料理 然后变成大家那个趋之若鹜的的一个目标 可是其实就我们跟着那个作者从历史上来看 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当地因应饥荒所产生的一种饮食文化 那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那个所谓意大利饮食 作者就说我们就不能跳脱这种历史文化背景 也必须要去看他各地的地理环境 风土条件 那当然也包括意大利这个地区 就是因为他是在地中海周围 所以他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固定的国家 因此就是我们会看到 会有比方说斐尼基人 希腊人 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塞尔特人 其实那时候塞尔特人大概是担任 有点像是游冰这样子的角色 那他会被意大利里的当时的各公国 然后雇佣来 那雇佣来说他们就把他们原本家乡的饮食习惯 就带到意大利来 那甚至到中世纪之后还有比方说像日耳曼移民 或者是拜占庭人或法兰克人 那这些同样就是也是从外地来的人都把他们的那个食物饮食习惯也都带到意大利来 那所以比方说像早期罗马人 他们会坐着吃饭 好我们现在当然都坐着吃饭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啊 可是实际上那时候因为他们就是受到希腊人影响 那希腊我们可以想到希腊神话里头 那那些众神已经就有作乐的那种想盛宴场面 可是其实我们可能通常都忽略的是 他们如果有有那个画家画下来的时候 他们吃饭的时候其实是侧卧的 他们不是振作的 对 他们就是很慵懒的这样血糖一侧 然后就拿起一串葡萄这样子吃 像躺在贵妃椅上 对 所以其实后来那个那个时候的意大利罗马 就是罗马人他们收到希腊影响 他们就会从振作改为侧卧 而且一开始是只有男性可以 可以出现在那样用餐的空间 那女性不行 那不过当然后来随时间演变 女性也也被允许参加那样的餐会 只是就是女性还是得要用作的 那也只有男性可以躺着 比较勇然 对所以在书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就复原那个时候的那个用餐的空间景象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很像两张那个单人床 这个各自摆在两侧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就是知道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所谓餐厅 那他们用餐然后甚至在一个房子里头 其实也没有一个地方叫做厨房 可是他们那时候很奇特的说 他们会在房子大概是比较正中央的地方 那那里会架油火炉 然后会有那个就是其他一些桃瓮 或者是相关的那个器材 然后就在整个房子的中心做他们的那个料理食物 所以在从这些那个资料来看 我们就会觉得其实意大利他们的那个进餐情形 跟我们现在想象的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后来因为意大利他也后来就变罗马帝国控制 统治这个地区 那你知道就是罗马帝国整个算是那个开疆辟土 那他的范围其实就很广 那包括像到西班牙到北非到叙利亚这些地方 然后因为帝国这样子统一之后 其实有一个他们以前没有出现的就是贸易 那这种交通发达 所以就除了他们自己原本种植的这些作物之外 就可以从其他地方就引进各式各样的 不管是香料啊 或者是比方说那时候会出现在他们那个食材上的 就还有骆驼 但是我们就很难在现在的意大利饮食中发现骆驼这个东西 那除了骆驼之外他们也吃驼尿 对然后那还有包括像胡椒 对这原本也不是属于意大利的食材 可是就因为透过这样的贸易方式 所以就一直引进到意大利来 然后到中世纪的时候 大概影响比较大的是那个基督教 那基督教其实我们知道有那个修士修道院 然后因为他们是算是世纪 其他一般农民就还是属于那个不世纪的 所以包括农民的饮食资料那些其实就比较少会流传下来 那现在就是比较多的是那种修道院里头 修士留下来的一些算是类似像食谱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他们原本亦不再留下食谱 只是有点像是修士守则 如果你要来当修士的话那你要做什么 注意事项 那所以饮食就是一个他们每天必做的东西 那他就会把那个他们怎么去煮 然后修士又有一些饮食规定 比如说他们一天中就是只有一餐主食 然后那个主食里头就是通常还是以蔬菜或根莖类为主 然后如果说就是没有肉类的话 他就允许你多吃一点面包 然后葡萄酒当然也是必备的饮料 可是他们就是不鼓励喝酒 可是酒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还是会 就是排除于他们的戒律之外 所以修士还是可以喝酒 可以佐量就对 对然后像他们就有严格规定 说礼拜三礼拜五就一定不能吃肉 那所以现在就是留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中世纪之后的意大利料理 其实就是这些修士所留下来的记录 那那些记录里头有些其实就很简单 那也是就反映了当时的那个 就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一些那个料理制作的过程 那有些包括像炖菜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意大利面类 蔬菜意大利面料理 其实就有一直流传到现在 就是除了这些之外 他们其他还有一些是就渐渐会消失不见的 那尤其是到越接近现代之后 然后因为那个各国势力开始进入 算是进入意大利影响他 那包括欧洲整个那个交通越来越方便 然后如果我们直接就是跳到 包括就是到二十世纪 我们到欧盟整个在意大利产生的那个连结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一直到1950之后 整个意大利才因为经济好转 就是战后之后 然后开始名声附属 所以他们你看就是从远古 然后一直到1950 这一段期间之内 他们的食材或什么 其实都还蛮单一的 就是你这里可以种什么 可以取得什么 那你就吃什么 那所以各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到1950年之后 那因为整个经济开始活络起来 然后那个交通便利之后 那人口移动 而且又包括说就是工业化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要移往大都市 才是比较文明 比较开化 比较进步的象征 那所以原本在乡间的那个农夫啊 那些人其实就会把农地废弃不做 所以他就出现很多 古物小麦 这些他们原本很重要的主食原料 都没有办法达到自己自足 对 就不够 可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演变剧烈之后 到现在意大利政府就觉得 好像不能这样子下去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所有之前留下来的那个饮食习惯就会慢慢的消失 然后就开始有人想说 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整顿一下 那甚至到2010年联合国就是把地中海这边的饮食列为 也就是五星的文化资产 对 那所以变成就开始有人想要探讨 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意大利饮食这样传统 然后所以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这样子去整理了很多的由来起源跟演变 然后到现代社会里头 其实作者也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那样地中海饮食就从一个原本很纯粹的反应饥荒的饮食模式 到现在因为商业力因为广告的介入 那好处是它就把它推向了全世界 然后呢把它变成了好像是比较先进比较高端的饮食 那可是坏处是就一样 就是你东西你的习惯文化传到其他地方一定会被当地那个影响 那所以反正说我们知道意大利披萨 好拿玻璃披萨 然后玛格丽特披萨 在台湾也是到处都可以吃到啊 然后前一阵子凤梨正热的时候也被拿来讨论 就是我们会在那个披萨上面加凤梨 可是意大利人对于这个做法就会非常的反感 那开始就会有人起来捍卫说 嗯这不是意大利披萨 所以他们披萨好像比较朴实对不对 对他们 比较没有那么多精致的这个佐料 对因为他就是就是运用他当地的材料 所以比方说就是起司 那比方说就是他们做的培根 那他就不会再加其他有的没的 对甚至不可能把那个什么 什么苹果什么榴莲都放到披萨上面 因为有鉴于这样子的演变 所以他们后来就订定了比较严格的法规 来认证什么叫做意大利食物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 就是形成一个所谓正统传统的意大利饮食 然后有点把它过度的美化或者是强调 然后这样子做出就是意大利独有的那个食物 跟其他地方的所谓意大利饮食有所区别 那这样子才能够那个驱使世界各地的人 想要吃传统意大利料理 那你就来意大利 对就是一方面也是带有他那个商业的目的 就标榜正统 其实中国大陆也是蛮多这个过去传统名赛 他们也是把它定义清楚标准的做法 比如说扬州炒办应该怎么炒应该怎么办 也是也是怕大家这个乱传之后 这个反而流失他们本来的道地的特色 对啊那这就是也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的坏处 对对对 然后可是就是不可否认 因为整个意大利 然后大家对于食物的那个追求 所以到各国 其实意大利餐厅 或者是我们只要提到意大利料 就会直接把它联想到 它的确就是一种美食 那可是像就是我们也知道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产是那个乳酪 然后从北到南 因为也是那个各地的气候不同 跟那个 所以他们的制作方式就也很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对于乳酪的原产地 然后也有非常严格的认证 对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买到 那个地方的原产乳酪的话 那一个当然就是你去当地买 然后另外一个是 你进口然后可是你就要在那个上面 认定那个PDO的标签 然后所以他们在这种 就是会成立这样的组织来控管这些 然后一方面也是不要让 就一方面有保护他们自己当地食物跟那个制作的优势 对不然其实像葡萄酒 你除了意大利酿造之外 那包括其实像西班牙或澳洲 就是如果用相同的葡萄品种 然后或者是那个技术 其实都不是过高的门槛 那意大利怎么保持他自己的独特性 其实他就藉由像这样子的产地认证的方式 然后就是让大家那个可以直接明确的认定 这就是意大利食品 他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 那就是我们也就静待看整个意大利饮食 会不会再有其他的新的变化 所以这本书不是单纯的美食书 它更是美食文化对不对 对 可是就是作者还是很有趣的 因为他就搜罗到一些传统饮食食谱在里头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食谱的那个写作方法很有趣 他不是像我们现在非常精确的 非常说你烟你就是要加四分之一小吃 然后你就是要 他们那是写法 你烟你就抓一小撮 那你那个什么罗勒烟就抓 你就抓一把 番茄呢可能就一碗 可是那个碗多大多小其实都不知道 对 那所以变成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食谱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自己去想象 或是他说这个东西就煮到大概滚一下吧 好或者然后什么拿起来沥干啊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的那个这种食谱写法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发展出关于饮食评论 所以那种美食家不是现在才有 那在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也有写下像这样子的饮食评论 对那藉由这些资料就是我们现在才可以知道说 啊原来他们那个时候是那样子生活 然后吃了那些东西 嗯 所以这本书非常有趣推荐给听众朋友 那谢谢我们的这个出版社的编辑 庄晚华为大家介绍意大利美食诗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天培文化的编辑庄晚华 那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一本书是西班牙美食诗 西班牙美食不止tapas 就是西班牙美食 现在台湾其实也有不少西班牙的那个专门的餐厅 那当然这些tapas或者是什么海鲜炖饭等等 都是耳熟能详的西班牙美食 那可是到底当我们谈到西班牙美食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本书西班牙饮食诗 他想要探讨的那个主题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玛利亚和赛赛维亚 他本身是在1949年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 不过后来就是搬迁到英国伦敦去 然后现在也主要以英国的伦敦为主要的活动地点 那他自己本身身兼厨师与作家 那因为他就是出生在西班牙跟家庭背景的关系 所以他非常擅长西班牙的美食 而且他还非常的会种葡萄 那他在伦敦的话 其实他从事的那个职业也都是跟美食跟酒有关 那他曾经写过的书包括巴斯克地区的生活与食物 或者是餐盘中的西班牙 还有地中海风味 这几本书 那都是他多年来在那个食物跟饮酒方面的工作成果 那近年来其实他也还参加了很多那个电视节目 然后我们这本书就是西班牙美食室呢 其实是一系列在谈国家与饮食的那个系列里头中的一本 那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 你告诉我你吃什么 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这句话其实他就指出了 每个人的饮食习惯 其实是受他成长的地点背景很大的影响 那这位作者也说 其实他以前在西班牙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 可是当他就是移居到伦敦的时候 反而就很明显的对比出 西班牙跟伦敦跟英国这样子 他们饮食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本书其实就是从那个古早时代开始来探讨 西班牙的饮食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然后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那我们现在对西班牙所知 包括像是达利啊 毕卡索啊 然后地中海啊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墨鱼炖饭啊什么 就是他怕是这些小点这些 那是不是他一开始就存在西班牙呢 其实当作者在我们从历史上开始看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慢慢发现 其实西班牙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那不管是在它的那个环境上面 或是它的组成的人种上面 那甚至它的传统风俗跟语言 其实到现在为止 其实还是没有像台湾或者像英国 日本那样子是一个统一的系统 所以其实就我们就可以看到 的确在西班牙那样子一个浮原广大的国家 它的北部跟南部 它的沿海跟中央 其实就有很多就是饮食上的差距 然后曾经在这里的那个居民 包括像巴斯克人或者什么伊比利人 甚至其实我们知道有罗马人有统治过这里 然后其实连犹太人也都曾经到那个 都迁居到这个半岛上来 那后来还有像日耳曼人 甚至到那个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还有天主教徒 然后还有那个像法国贵族 后来就就是他们当时就统治了 那个欧洲的很多地区 所以包括西班牙 也因为法国的那个贵族到这里来的统治 所以其实对西班牙的生活饮食 也都带来了法国的影响 那这我们后面可以再稍稍举例一下 所以其实西班牙料理到底是什么 就是对西班牙人来讲 他们本来也没有特别去意识到 那所谓西班牙料理 其实这个概念一直要到十九世纪的时候 一些西班牙厨师或者是学者 才开始去提出这个概念来 然后开始去绝本溯源 那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建立在那个很多学者的研究之上 所以他这本书就是从前面的历史 我们就不讲太多 那我们可以看看 他在讲说西班牙饮食其实有一个黄金时代 西班牙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叫做黄金时代 也就是大概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那个统治者叫卡洛斯伊士 他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很喜欢吃各式各样的美食 特别是肉类 所以他会吃比方说一些野味 然后猪肉 鹿肉 绵羊肉 雪肠等等 那他也很喜欢喝啤酒 可是其实当时在那个西班牙 反而啤酒是比较少见的东西 他们的主要酒类还是以葡萄酒为主 可是因为这个国王来治理这里 所以他就把他的饮食习惯带到西班牙来 那因为他偏好啤酒剩余葡萄酒 所以他反而会那个除了进口啤酒之外呢 他也把那个啤酒的制作带到了西班牙来 而且就是久而久之 因为啤酒它可以比较方便运输 而且它在酒桶里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然后所以他就把那个就是啤酒变成 西班牙反而是可以出口的一个东西 可是很好玩就是 虽然他这么喜欢啤酒 那但是他的臣民却很痛恨这种 这种就是异国的深色饮料 可是没办法 因为统治者爱 那大家只好就做 所以变成啤酒 西班牙啤酒也就从这个中世纪之后 就是开始变成 西班牙一个蛮重要的那个出口品 那只是他的统治虽然他爱吃美食 可是那个时候又遭遇到那个环境的问题 那农作物欠收 所以其实小麦或者是其他古物都会很昂贵 可是人民又是需要这些东西来做面包 甚至还要喂养牲口 那怎么办 就是这个统治者他没有办法有解决方式啊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只好想办法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西班牙的那个航海技术其实还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个上地中海之外的其他地方 那越过大西洋开始 他们就去就是算是接触范围就伸展到了美洲那里去 然后这就造成了西班牙饮食 就从原本比较偏向地中海式的饮食 那渐渐渐渗入了其他美洲带来的那个影响 然后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物成分叫做糖 那原本在西班牙呢 只有富有的人才用得起那个糖 那可是那个当时的人发现 在有一个地区那个加纳利群岛 那因为他们发现在那边种植那个甘蔗非常的适合 所以变成说他们就可以利用那边种植甘蔗 然后制造很多的糖 然后再从那个再从那边进口到西班牙来 那一方面就是糖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一个交易货品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产量变多了 所以所以他们就可以有比较多人来使用这个糖 那虽然是制糖产业当时就变得蓬勃发展 然后这个呢就改变了他们的那个饮食习惯 因为本来在西班牙的那个修女 主要是女修道院里头的修女 那他们会那个很擅长制作甜食跟糕饼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有用了那个巧克力 来做各种甜点 然后他们也会喝巧克力饮料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巧克力饮料其实是偏苦的 那像在巧克力原生的地点 在南美洲的那个阿兹特克人 他其实就已经有在巧克力里头加上糖 后来这个东西就是传到西班牙来 那变成一开始也是只有富 就是富人才喝得起 可是经过了数百年之后 整个平民老百姓也可以享用这个巧克力饮料 所以糖跟巧克力就是反而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 其实西班牙的那个巧克力原来使用的范围这么样的普遍 而且他们就是除了巧克力之外还会加很多其他的香料进去 那这个当然就是都受到美洲 就是他们后来殖民地的那些影响 那因为其实一开始本来这些西班牙人航海到了其他各州的时候 大家当然一定想念的是家乡味嘛 可是在殖民地没有那么多原本在西班牙会出产的一些植物或者是食材 所以他们必须要顺应当地的那个物产 那他们在那个殖民地久了之后 其实从一开始原本害怕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反而变成他会接受了 所以后来这些东西又从殖民地传回到西班牙来 他就变成西班牙 其实就变成他们保存到到西班牙料理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然后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是那个鱼 你到西班牙去呢 你要点那个生鲜鱼 反而很难点到 因为其实在西班牙 他们虽然爱吃鱼类跟戒壳类 可是像这个鱼 这个其实它是在北大西洋 主要是在那边生产 然后主要的捞捕者其实是挪威人 那它其实到那个地中海这边反而不太有 有这个鱼类的生产 可是因为西班牙本身的航海技术很好 所以他们就往北大西洋那边发展 那只是新鲜鱼应该怎么处理 它才能够从北方再带到西班牙来 那时候他们就是用盐烟的方式 所以盐烟的腌制血鱼呢 对西班牙人来讲反而变成了一道美食 那尤其他们又受天乳教的影响 会有那个什么大灾结 那大灾结里头不能吃猪肉牛肉之类的肉类 他们能够吃的就是那个血鱼 所以这个盐烟的血鱼就是他们很受欢迎的东西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就开始在他们的日常食材里头 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食材 然后就发展出各式各样的那个使用方法 那除了就是沿海地区之外呢 他们也会把这个盐烟的血鱼运送到它的那个内陆去 因为原本交通不发达也就是需要这些可以保存久一点的东西 才有办法那个让它从那个海边一直运到内陆里头 那所以就是整个那个血鱼呢 就反而变成了西班牙人 尤其是其中的自客人最喜欢的一种食材 那这个据作者所说 就是能够把盐烟的血鱼运用到非常厉害的料理的话呢 除了葡萄牙人之外 大概只有西班牙人有办法了 然后这也是成为当时改善很多穷人饮食的一个方式 然后所以就是那个 这是为什么他们到最后 其实一直到现在 他们主要还是都是以盐烟的血鱼为主 而不是新鲜的血鱼 像作者除了讲这些饮食的那个当地的原生食材之外 或者是从那个其他殖民地来的食材 怎么样融入西班牙的那个饮食之外 他其实也举了一些从包括书写 或者是从绘画中可以看到的西班牙饮食的一些材料 那像是作者就举了一部当时非常流行的小说 叫做放荡的安达鲁西亚女人 就是在这一类的文学当中呢 其实女性是主点 而且这个女性在当时 她当然不太可能靠什么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所以他们就是她在那个文学里头 让女性作为一个厨师 而且就是是厨艺非常厉害的厨师 他们这些女性呢 虽然说生活上可能没有太多的资源 可是他们却可以借由那个料理制作来 就是来取得那个其他男性来为她服务 所以看当时的那个小说里头 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作者去描绘 到底那个时候餐桌上有些什么样的食物 那包括现在很有名的那个 赛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科德 里头对食物的描写也非常的多 那包括像从第一月开始 其实他就已经有提到那个食物了 而且这两个主 就是书里头的主角 唐吉科德 还有跟他的仆人桑丘 那两个其实就 一个是那个 想要有一个高远志向的 的启示 所以他不重吃 甚至他就是本身就是高高瘦瘦 然后对食物不太不太注重 可是跟着他的那个仆人桑丘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受苦受奈的仆人 然后他常常饿着肚子 所以他对于吃反而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就可以在小说里头看到 这两个人眼中看到的西班牙饮食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那比方说那个 作者赛万提斯一开始讲到 比方说他们的晚餐主菜 有炖牛肉 然后有鸡蛋炒培根 有扁豆 还有包括像什么乳鸽 那他书中提到的这些菜 这些历史上的菜肴 其实到现在西班牙名厨也都还在使用 只是可能那个材料有稍加变化 而一方说像蛋与培根 甚至他可能还会有那个加入羔羊脑 然后加上盐或胡椒等等 然后也包括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炎字血鱼 然后像这小说里头还有一小段就是讲到说 两个主妇就是受邀去参加一场婚礼 那当然这个婚礼参加婚礼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 可是对桑秋来讲 他一眼望过去就看到 在那个广场上呢 有一棵树被砍倒了 当做烤肉茶用 那他这上面就烤着整只的小牛 然后旁边那个烤肉用的柴堆着像做小山 而且那个还吊挂着六只大汤锅 而且这个大汤锅呢 每一锅都可以把一整只羊放进去 而且还可以再加几只乳隔 那甚至周围的那个树林上 也倒挂了很多像剥了皮的兔子 或者是吞了毛的鸡等等 那看在那个仆人上周里头 每一种都是非常诱人的那个美味 那甚至上在那个桌上 还有什么炸面点心啊 还有几百公升的葡萄 甚至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乳酪 还有很上百条面包等等 那看到这些美味的东西在眼前 可是其实桑秋最后还是没有吃到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他的描述里头看到说 西班牙当时的那个人民生活到底是怎样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富有的那个地主家里 才可能端得出这些东西来 那对于一般平民来说 其实就像桑秋总是就是看着人家吃好东西 然后可是自己肚子却反而越来越饿 然后也吃不到 那这是当时在西班牙产生的就是不同阶级之间 其实他们的饮食习惯有时候就是迫不得已的被区分成很丰富跟很贫乏 那除了阶级之外其实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 那也可以透过像当时的画作就是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包叫做厨房里的食材 那就有画家会专门去画这些厨房里头的东西 那透过现在保留下来的画 我们就也可以看到 那以前真的在那个西班牙的厨房里头有哪些食材 那也变成一个很好研究的材料 所以其实像西班牙的料理这样子一个秘书性很强烈的饮食 其实就从这本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来自四面八方的影像 那当然除了这个地理上空间上的因素之外 还有这个就是时间上的演变 所以我们从20世纪回头去看18、16甚至更早的五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样在这个地方 可是有些东西留了下来 可是有很多东西也随着时间就消失了 那甚至后来到了20世纪之后 西班牙出现了所谓的分子料理 那这个他们自己当然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辩论 就是那这些东西到底要不要算在所谓的西班牙料理里头 那因为饮食其实就体现了一个地方 一个民族的特性 所以对于这些争论看来好像也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出来 那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以后21世纪甚至更久之后 世界现在交通时间缩短成如此 那它在欧洲甚至在加入其他世界各州的影视影像 是不是又会有怎么样的那个面貌上的改变 可是反正至少就我们目前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去西班牙的话 那阅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你到西班牙的北部 你要点什么东西才就是最到底的料理 那你到了西班牙的中部 甚至到了西班牙南部 地中海沿岸的时候你又要吃些什么 那你才能够吃到真正的西班牙 好那这本书我们就今天介绍到此 谢谢大家 希腊美食史呢 是我们这个美食系列最新出版的一本 那它讲的是我们说熟悉很熟悉 可是我们的熟悉可能通常都是局限在那种 就是碧海蓝天啊 白墙蓝网蓝窗户这样子的那个希腊 可是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希腊有非常多不同的特色 反正说从时间上来讲 就从古典希腊开始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出现了 世界上最早的一种本地特产 也就是葡萄酒 然后到了那个罗马统治时期呢 希腊的特产反而变成蜂蜜跟香草 是当时最最最热门的两种东西 那等到罗马帝国衰亡之后 后来希腊变成拜占庭统治之下 其实那个时候他反而是在整个 拜占庭里头所占的重要性 就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那因此他在这个时期 其实他主要的那个作用 大概就是在为欧洲的往事 或者是一些那个王公贵族或商人 提供他们产的葡萄酒 然后后来就继续历史前进到 土耳其统治之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希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发展是 他们的人民其实在这个时期很明显的大量往外 那这种大量外移呢 其实就也造成了那个希腊的饮食 其实后来就逐渐散布到世界各地去 那到后来到了现代希腊的时候 整个城邦国家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希腊出现 可是呢刚讲的是时间 那到了现代希腊其实是变成在空间上 就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区域 那本书的作者呢 他就是把希腊就分成四大区域 那每一个区域其实都有他非常不一样 而且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料理 这也是在这本书里头 其实后来作者就是会还蛮详细的讲 所以其实整个希腊就是在时间 在空间上展现的是非常复杂的多样性 就不是像我们一提到希腊 可能就会想要说 希腊小酒馆的开胃菜啊 或者是他什么传统餐点 像穆萨卡或者是像卷饼 那甚至或者是像那个 就讲到所谓的地中海料理 可是其实比较起来 同样都是在地中海产生的那个料理 他跟他一海之隔的那个邻居 意大利就有蛮大的差异 所以其实希腊他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是那个旅行跟贸易的中心 那他也是那个航线的主要的那个港口 因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他有很多移民把希腊料理带到国外去 那同时他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 那个不同民族的人到这里来 因此就是也把其他地方的料理 带到希腊这里来 那这整个其实就让希腊料理 非常的多彩多姿 那这本书其实是由两位作者来写 一个作者就是安德鲁 他是主要专注于在那个 希腊的文化跟历史上 然后来看希腊的料理 他是怎么形成跟怎么演变 那另外是这本书里头 其实还有不少那个希腊料理的食谱 那这个食谱就是就是由另外一位作者 瑞求安德鲁来负责纸笔 那他们两位其实就是都对希腊有非常非常深的研究 那书里头的食谱呢 其实就是也可以 也真的可以参照的做得出来 像我们刚刚讲说 作者把希腊分成四大地区 然后比方说他就其中一个地区是那个塞浦勒斯岛 这大概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希腊的地区 那通常旅游或什么景点都会往这边去 塞浦勒斯岛这一区的呢 就是包括比方说烧烤网游香肠 或者是希腊旋转烤肉 那甚至还有像哈洛米乳酪 或者是烈性葡萄酒 他的这个葡萄酒其实 因为他们制作方法的特殊性 所以其实跟我们现在熟悉的法国 或者是澳洲或美洲的葡萄酒 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如果去希腊的话 其实就是会非常推荐 尝试他们当地酿的葡萄酒 这绝对会打破你对一般葡萄酒的那个印象 那另外在塞浦勒斯 还有一项就是当地的代表是那个塞浦勒斯三明治 还有另外是那个烟珠里集 那像刚提到的这几项食物 其实就是在塞浦勒斯岛这一区 可是其实如果比方说我们 在往那个爱琴海岸方向移动的话 那他的另外一区就是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岸区 那像在这里的话 其实他就是那个士麦娜港口 因此他有那个士麦娜肉丸 这就是这一区的那个代表性食物 所以如果你去到塞浦勒斯岛 可是你却要点士麦娜肉丸 或许有机会点到 可是实际上那就不是那一区的那个食物 而是你要到安纳托利亚这边来的话 那你就会吃到那个最最最美味 而且最道地的那个士麦娜肉丸 除了刚讲那个葡萄酒之外 另外还有在雅典 其实在希腊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酒 叫松脂酒 他喝起来回香酒 都是用那个香料来酿制 然后有人说这喝起来有点像八角的味道 可是就是在希腊的餐馆里头 甚至在台湾的希腊餐馆里头 其实也会有提供像这样子的酒单选项 那这个其实是在那个雅典那边 非常常见的人民的那个餐后饮料 那另外一种就是更常见的是啤酒 所以在希腊其实除了葡萄酒之外 还可以尝试像这个回香酒 松脂酒跟啤酒 那这个都是他们当地 用他们当地的材料来制作的 因此其实虽然说同样都是啤酒 可是喝起来就跟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 然后如果要吃更多的蔬菜野菜的话 那其实就必须去那个克里特岛那一区 对 那因为希腊刚我们讲他的空间很分散嘛 所以每个区的地形跟地质条件跟气候也都不一样 所以那个他就会根据当地不同的这些条件 然后制作出当地的料理来 那读了这本书之后呢 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到希腊的话 我们就不会搞不清楚说 我现在人在哪里 那我要吃那个最地道的希腊料理是什么 那希腊其实就是像这本书的那个 副书名讲的 是众神的礼物 那的确从他发展 大概是人类最久远的一个文明 然后这样几千年累积下来 其实就孕育了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个饮食文化 今天有一则新闻说 印度其实人口成长 即将变成世界第一 已经超越了中国 那在印度呢 为什么可以供这么多人在上面生活呢 那其实是印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当我们谈到印度美食史的时候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叫做 盛宴与灾界的国度 他盛宴其实就是来自于他整个地理环境 跟气候条件呢 其实非常的好 能够孕育足够的粮食 然后供养上面 在上面生活的人 可是他们除了有这些 得天独厚的粮食来源之外呢 其实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印度是一个宗教非常复杂的国家 那如果说以前就是之前我们在讨论 其他地区的饮食时候 有一句名言是说 就是你吃什么会让你变成什么样的人 可是在印度呢 这句话就要反过来了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就会吃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在印度就是除了这种天然条件之外呢 这个宗教跟他们的阶级就对于印度人的饮食 形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印度其实主要宗教大概可以归为八种 然后每一种宗教都有不同的禁忌跟规范 然后这些宗教里头 其实因为不同的禁忌跟规范 其实就决定了 你属于这个宗教 那你可以吃什么跟你不能吃什么 那这是我们在理解印度饮食的时候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在还没有阅读这本书之前呢 其实我想就是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对印度的饮食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那最直接可能就是想到说 就是咖喱嘛 就是咖喱 第二个就是 可能有很多的佛教徒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吃素 这两种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如果你现在去印度 根本你找不到一种食物叫做咖喱 对你去餐馆 你跟人家说你要吃咖喱 他们会一点茫然的看着你 就说那你要吃什么 那这个咖喱呢 其实是后来就是西方国家 对于那个印度食物 因为印度食物实在是太复杂了 所以其他非印度的人看到之后 不知道怎么去称呼它 因此就很简单的把它简化成 只要是加了各种香料的酱汁 然后我们就是叫做咖喱 可是其实都没有再去细旧 这个咖喱的内容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甚至从那个热带 到它北方的那个高山 整个其实是变化多端的 那先看那个印度的地理条件 包括它其实有很多种原生的植物 比方说扁豆小米茄子 南瓜甜瓜 芒果 菠萝蜜 或者是柑橘 姜黄 黑胡椒等等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也知道 很常出现在印度的各种饮食当中 那包括它其实非常知名的各种香料 这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那个使用的香料 然后印度本身其实自古以来 它就是那个海陆跟陆路的一个运输中心 所以它连接了东跟西两方 那因此就是在这样子连接的交通之下呢 其实除了他们自己本身原有的烹饪 烹饪规则跟技术之外呢 也接受了很多来自于其他其他国家 那包括比方说来自于中国 东南亚 日本 韩国等等 会改变印度的饮食 那同样的 后来印度人就是也藉由那个这样子的交通机会 流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其实它也改变了世界各地他们所到之处的种种饮食 那这是那个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不同地方 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印度料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至于在印度本身呢 其实它一个是阶级的影响 所以那个不同的阶级 那你能够吃的东西就不一样 那包括比方说他们的那个建民阶级 其实就有规定 你只能生活在村子的外围 然后呢 你吃的东西还只能是那个就是人家不要的 然后如果你村子里头的人要给你 就是你不能任意的把你多的东西给这些 跟你不同阶级的人吃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会触犯了那个神的律法等等 那因此他们就是会因为这个宗教 所以会有很多的限制 然后就是印度人不知道 可能就是自小也生长在这样子的那个文化之下 所以他们其实还会蛮自发自动的去遵守这些戒律 这个除了阶级之外 然后像我们刚讲 他们有八种宗教 那比方说其中的那个奇纳教好了 那他们像奇纳教徒就是一定不可以吃的东西 包括像肉 肉制品 然后鱼 蛋 酒 跟蜂蜜 甚至饮酒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然后不可以吃蜂蜜呢 是因为他以除蜂巢的话会杀死蜜蜂 这个是奇纳教徒 那可是比方说像佛教徒的那个僧侣跟尼姑的话 那他们就会避免比方说有韩子的蔬果 这反而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 就是蔬果不是都是素食的吗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吃这些呢 比方说像五花果 像茄子 拔了番茄这些里头 就是一剖开 我们就就是就可以看到种子嘛 那他们的原因是说 因为这个种子能够萌发生命 所以你如果把它吃下肚的时候 你就阻碍了那个新生命的发展 那其他包括一些长在地下的植物 像马铃薯 五金 萝卜 蘑菇 等等 这个东西他们也不能吃 然后那个不能吃的原因呢 是说 如果你把这些食物从土中挖出来的时候 会杀害这些植物 也会杀害其中成千上万的几瓦 也就是其他的生物 然后比方说 好那他们也有规定像不能吃洋葱跟大蒜 至少这一点在台湾的那个佛教徒 大概有相同的那个戒律 另外像还有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也不能吃白色花野菜跟包心菜 也不能吃花苞跟嫩芽等等 那像这个只是其中两种宗教 对于他们饮食影响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就是八种宗教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那个规则 那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宗教他的那个饮食戒律之外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是 每个宗教会有不同的节庆 那在不同的节庆的时候呢 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吃 那比方说早期 就是只有那个祭司 他可以决定那个宗教仪式的内容跟进行的方式 然后像他们就会在 比方说在家中的炉灶上会供奉首食 然后在公开献祭的时候 会准备看起来琳琅满目的东西 那对于多数的印度人来讲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吃到非常那个好吃的东西 然后要满足口欲之父的时候 常常也得要称像这个祭司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有些会使用比方说那个大的火炉 然后会准备像山羊 绵羊 牛 公牛等等 这个平常其实会很少接触到的那个食材 那有些祭礼里头会非常的血腥 比方说他们可能会同时要宰杀马 宰杀六百只动物跟鸟等等 那不过我们也知道 他们其实就是不会宰杀牛 这个也是他们文化中 其实一直传承下来的 牛一直有很崇高的地位 所以他们不会在那个祭典的时候宰杀牛 然后他在祭典中还会喝一种特别的饮品 然后这个饮品里头其实是有一种 可以产生迷幻效果的物质叫梭麻 然后他们用这个梭麻做成的饮料叫做苏拉 可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苏拉其实是会让人家有罪意的 他一样是以米或大麦发酵而成 可是这个就规避了他们不能饮酒的这个戒律 所以其实印度人不能喝酒 可是他们还是会有非常类似酒的这种饮料 那他们这些饮食的规则呢 其实也会透过他们的文学作品一直的传承下来 然后也让后世的那个印度人有依循的准则 所以包括比方说我们会看到的那个离居废陀 或亚萨拉废陀等废陀经 那当然就印度的这些饮食习惯呢 后来我们就是现在会特别被拿出来讲的是 属于阿育废陀这个系统的那个饮食方式 那他们强调比方说就是食物的那个天然 跟食物直性的平衡 那这些就是后来被饮食学啊 营养学上证明说 的确是会对人体有益 可是像这样子的学问 其实是那个在印度从古老时代就一直传承下来 那因此现在其实也有越来越多人 对于印度的饮食感到兴趣 那真正去探究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发现 印度饮食是绝对不是咖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而已 那因此在阅读这本书之后 其实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楚说 你到印度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的领土其实还是相当的广大 你到不同的地方你要怎么去那个知道 你在这里可以吃什么 或者是你在这里不能吃什么 那这个是算是踏上印度对于他们文化的一种尊重吧 然后同时也是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印度的饮食 其实饮食就跟一个地区的文化 跟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联 这本书就大概是这个系列里头算是非常复杂的一本书 可是作者就是蛮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 因此如果要认识印度 然后认识印度饮食的话 不妨从翻开这本书开始 我们今天讲越南美食是 那越南就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其实在台湾 现在不管是在那个台北或其他地方 其实越来越常看到那个越南的那个 不管是餐厅或者是小吃店 然后我们知道像有河粉啊米粉啊等等 那越南其实我比较起来 可能是我们算是非常常见 而且可能非常熟悉的那个国家 然后我们可能对越南的历史没有非常的熟悉 可是其实它存在的时间也有上千年 那早期就是作者当然 他有从远古时候讲起 他们的时候会 因为是整个海岸线很长嘛 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是用软体动物做的食物 那可是后来 但就是其实进入了大概有千年的时间 是在中国这样子一个势力的统治跟影响之下 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呢 其实就有很多中国的料理传统跟料理方式 带入了越南 那当然最基本的是那个稻米的种植 越南本来就有稻米的种植 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以稻米为助食 可是中国人的统治就带来了 更便利的那个种植跟灌溉技术 因此在那样子的千年期间 其实整个越南的米食文化的发展 就非常的蓬勃 然后除了那个米饭之外呢 其实像中国后来有传入 比方说面条包子或者是面片 也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馄饨 这些餐点就出现在越南人的那个食物当中 那甚至后来其实就变成 越南人很喜欢的一种小吃 然后像那个馄饨就是 他可能做成汤的也可能做成油炸的 那这些其实都被越南人接受了 然后他们现在讲包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包子 只是中国的包子 他可能会加那个肉洋葱跟中国辣肠 那可是在越南呢 他就会很有趣的是 他会运用各种材料 他就不会只包这三种东西 所以你到越南去吃包子的时候 就常常你会 应该说好得到蛮多的惊喜 对因为你在吃之前 你会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除了这几种比较平民的小吃之外 然后另外像烤肉 然后像脆皮烤猪或叉烧 烤鸡烤鸭等等 这种中式的烤肉 也因此传到了越南 但是这几样东西对越南人来讲 他就是没有被像包子或面条那样子 后来变成他们自己也认定 是越南的食物 而是刚讲的这几种烧烤式的东西 他们就会觉得 这就是中国的食物 所以他们也会在一些 比方说特殊的场合 婚伤喜庆 或者是那种节日的时候 然后去中国餐馆 他们才会去点这些东西吃 这就不是他们那个日常一般的 但是整个就是千年之前 传进的这些食物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一直都存在的越南 那因此你到越南的中式餐馆 你就可以点到这些菜 那当然他们就是我觉得 看作者写了这一本书之后 会发现越南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们就是很会把别人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东西 而且他们变的方式呢 就是完全是依照他们自己当地的 那个食材特色来做变化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 包子包的那个馅料有所不同 然后甚至像那个就是 我们现在依然很熟的 像咸蛋或皮蛋 那或者是像豆腐 其实到了那个越南 他们也就被完美的 融入了越南的烹调当中 所以其实就是 如果我们单单去分析 他用了哪些材料来做菜的话 那我们会觉得 那这跟中式餐点有什么不同 都是用同样类似的这些材料啊 可是当他真的做成一道料理端上桌的时候 就明明是同样的材料 可是那个口味却可以让你很明显的分辨出 这是中式的做法 跟这是越南式的做法 所以其实像我们炸豆腐 可能就是沾那个胡椒盐之类的 可是像如果你在越南吃炸豆腐的话 他可能会跟米饭 然后跟他们当地用鱼来发酵的 那个鱼露跟酱油一起食用 然后甚至他还会把那个葱或番茄 加到豆腐里头成为炖豆腐 然后甚至他还会把那个炸蟹 加上豆腐乳酱汁 或者是把那个豆腐乳刷在烤机上 再拿去烤 那像豆腐乳 然后皮蛋这种 就是变成他们用的重要的作料 那这个创意可能是之前在中国 其实比较少人会这样食用来做料理的 那另外是像用米来做的 他们的传统早餐像糯米饭 这也是他们就是每天早上可能起来 家庭主妇一定要准备好给家人吃 而且对他们来讲很好玩 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你的一餐里头 没有吃到米饭的话 那你就不算是吃过饭 所以如果你就存给他面包 他可能吃得很饱 但是他还是会跟你说 我还没吃饭 那这个米饭就是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一项食物 那甚至他们除了那个米饭之外 他们好会加入像野奶或野浆 煮成甜的 那用米来做的话 除了那个直接做成米饭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项是那个米粉 那就是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 米粉其实也是中国南方 就是进口到越南 可是现在也几乎整个就越南化了 所以我们会讲越南的米粉 只是我们可能就叫它越南的盒粉 那它会有不同的粗细 然后也可能用在汤里面 也可能用在冷盘里面 那它可能加牛肉 也可能加猪肉 其实它其实他们的那个米粉 其实都是要新鲜现做的 而且是在那个市场上出手 吃之前都要先用热水或滚水这样烫过 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对家庭主妇来讲 就是除了准备米饭之外 还有另外一项那个例行事物 就是他们一定会很早 可能就是五六点的时候就跑去市场 然后就是去买这个米粉来当早餐 而且就是当天买就当天吃 就是觉得这样的吃法是最新鲜的 而且其实过了中午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 那个米粉就已经太醒了 而且他们晚上就不吃米粉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晚上吃米粉 其实会让人家那个胃痛 只是他们的米粉 其实就也是有非常多的花样 像它可能做成热米粉糖 然后像有螺肉粉或者叫螺丝粉 或者叫倒蟹粉 那像其他的冷米粉的话 比方说有烤猪肉粉 或烤鱼粉 炸鱼粉 或南部炸猪肉粉等等 那甚至还有那个 现在也很有名的那个顺化牛肉粉 每一个地区 因为越南是狭长型的 所以它从北到南 其实它每个区域的那个处理方式 也都有所不同 那包括他们家的那个材料 也都有不同 因此就是 让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在哪里 那我们就可以点什么东西来吃 然后像我刚刚讲 他们除了那个 这些作为主食的食物之外 然后在越南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他们喜欢用一种 叫做水蘸汁的粘料 那水蘸汁的粘料呢 那个鱼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因为鱼露用鱼发酵嘛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想象一下 所谓发酵的东西的味道是什么 中国有那个臭豆腐这样的发酵品 那他们的鱼露 其实跟罗马的那个鱼露也是 同样概念都是用鱼来做那个发酵 那它就会有还蛮强烈的味道 所以如果对于那个强烈的味道 不太能接受的话 那他们有另外一款 就是用这个鱼露来做的水蘸汁 那也就是它其中会加入那个鱼露之外 另外会用水啊糖醋兰姆汁 大蒜辣椒等等来做调和 那每个地区的那个水蘸汁呢 基本上是用这几种成分 只是每一种的比例会有不同 那有些地方甚至可能辣椒是另外给你一盘 然后你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的辣度来加多少 那有的地方可能是柠檬蓝木汁会多一点 然后有的是可能大蒜会多一点 那这种水蘸汁就对越南人来讲是一样 每餐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虽然说它可能是一个蘸酱而已 可是对他们来说食物的所有风味可能也都表现在这个加了这个蘸酱之后 所以越南的食物就是你一定可以看到这个酱汁的这个存在 然后现在有些店里头更有趣就是 因为它会把不同原料就分别用小盘装 那你就可以完全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看你什么东西要加多加少 那就也让个人就是可以边吃边玩 那越南除了中国的影响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是法国的影响 就是越南曾经变成法国的属地之一 然后法国到这边来就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那很多法国人被派遣到这里来 所以他们就带来了咖啡 然后像我们现在也知道很有名的越南法式场棍面包 然后而且他的那个法式场棍面包就反而又跟法国本地的那个场棍面包不同 这个就是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头看到越南人如何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跟影响力来改造别人家的食物 然后又变成他们自己很有特色的那个民族食物 那像咖啡其实越南本身其实是没有种植咖啡的传统 那可是因为法国人来了之后带来的这个咖啡的种植 而且他们发现越南其实蛮适合种咖啡 然后种咖啡又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 因此整个越南的那个咖啡园区反而越批越多 让越南现在甚至成为那个世界咖啡生产国的前三名之一 但是他们既然产这么多咖啡 越南人喝咖啡吗越南人喝咖啡 可是他们喝的咖啡呢 就是据说会强烈到如果你真的不是常喝 或者是你根本对咖啡不太不太喝的人呢 你第一次喝可能会心悸 甚至可能会心跳过快的昏厥 所以可以从中知道他们的那个咖啡其实是他们习惯喝非常浓的咖啡 那甚至就是演变出来叫做丝袜咖啡 因为他们可能是装在那个丝袜里头作为过滤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就是精品咖啡 那其他地方可能叫做色香咖啡 可是在越南这边就会变成什么狐狸咖啡啊 或者是那个丸熊咖啡 那一样他们就是把这个咖啡豆喂给这些动物吃 然后利用他们的那个消化系统产生的分泌物 然后改变那个咖啡的香味跟品质 所以在越南其实如果就是你要喝到特殊的好喝的咖啡的话 其实不太能买得到 因为他们会把这样子稀有的咖啡拿来作为招待客人跟亲朋好友 那如果你在一般大街小巷的那个越南咖啡呢 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就是 它很强烈 所以可以多要求加一点水或者是那个就是加炼乳调味 因此你到越南喝咖啡的确是可以喝到非常不同的咖啡 对那其他像面包那个法式场棍就是现在也几乎变成越南人的主食 然后他们就会在面包里头夹很多种东西 然后原先的配料可能是固定的生菜 然后那个培根 可是后来也开始就是演变成那个店家可以依客人的喜好来参杂 来来加入不同的那个东西 然后所以像现在甚至还有那个越南三明治的专卖店 当然就是最后讲那个越南的果菜也就是越南和粉 然后这个和粉呢其实在越南就是作者提出来 他们有一种说法 其实这个和粉也是来自于法国的影响 它原本虽然说可能这食物原本就存在 可是它名称就不叫和粉 那至于为什么会变后来变成和粉呢 其实他们就说那时候法国军人来越南 结果到晚上比较冷的时候 然后他们想吃东西 可是语言不通啊 他就看到街头上有那个小贩就担着担子 然后担子两边一边是炉火 另外一边是有锅子的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可是看到有用锅子在煮的东西就觉得 那应该就是在寒冷的时候吃起来会蛮温暖 所以他就会招手叫那个小贩 当然他们就用法文发音 所以他就会这个就是法文里头火的那个意思 然后对于那小贩来讲 他也听不懂那个士兵到底在讲什么 他只知道说他们好像要什么 而且他们过去之后就知道可以赚到钱 因此后来他们就会觉得 如果他听到那个有人在交换的时候 那就是他们做生意的大好时机 那他们的那个担子上挑的其实就是这个后来就就同称为粉 这个粉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传下来 然后里头其实就是盒粉也就是米粉 然后刚讲过那个像牛肉片洋葱香菜等等 他们就是边挑着沿街到处卖 然后那个锅子就是炉火不会洗 然后还有可以依据客人限点限煮 那这个就是越南那时候其实街头很常见的景象 当然就是后来演变成到现在就是它的配料会越加越丰富 然后当然就也分不同的派别 比如说有一派就是专门是喜欢在里头加牛肉的 所以有牛肉盒粉 另外也有用像鸡肉的就是鸡肉盒粉 所以它其实就会有那个像北方的话 你要吃到的盒粉就会是比南方的宽 那里头可能会添加兰姆跟新鲜辣椒 可是像在南方的话 你可能看到它的配料除了肉类之外 可能会有大虾或者是鱼或者是豆腐等等 那甚至有时候连那个广东海鲜酱 也会出现在越南的河粉餐厅里头 那这些其实就是河粉现在也变成所谓越南的国材 那当然就如果你到越南去玩的话 这些食物都很值得尝 但你在台湾也目前大概也都可以尝得到 而且它就不会像在越南 你在北部吃北方的河粉 在南部吃南方的河粉 那到了台湾可能它就是东南西北也不管 反正它综合在那个同一个摊子上 因为其实主原料相同 那就是那些配料的一些变化 最近当然因为时事的那个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乌俄战争 可是其实在这本书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们其实有很长远的关系存在 其实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道俄式的汤品 叫做罗宋汤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它其实罗宋汤的起源 其实就是来自于乌克兰 只是久了之后 大家都以为它是俄罗斯的饮食之一 可是其实不是 它是乌克兰的饮食之一 现在如果从地图上来看到 俄罗斯是可以说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 可是在这个大范围的俄罗斯里头 其实它是兼含了非常多不同的民族跟国家 所以它要定义到底什么是俄罗斯的饮食 就有一定的困难度 那这本书的作者艾利森史密斯 本身他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 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俄罗斯帝国史的专家 那因此他对俄罗斯的研究相当的广泛 然后在俄罗斯美食史里头 他提出来的就是到底俄罗斯的饮食是什么 那他的定义其实就不是把它当作一个 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的概念 而是一个更广泛的 一个属于所谓大俄罗斯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他会从北到北极海 南到离海跟日本海 那东起太平洋西到波罗的海和黑海 所以整个北方其实甚至在不同的时期 还包括像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或者立陶宛波兰 那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 那其实像在往南 现在的乔治亚或者是亚美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等等这些地区 其实都曾经是属于 这个整个俄罗斯广大的疆域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这本书 我们不以那个政治上的那个国界来划分 那我们就看整个大俄罗斯 那其实如果我们想到俄罗斯的时候 因为其实也有不少电影跟小说 也都反映了那个俄罗斯的状况 其中有两种最主要的印象 也就是他们最大的矛盾 就是一面是贫穷跟匮乏 然后另外一面呢 是那个非常的丰富 甚至包括很多像鱼子 这样这样子非常高价美味的料理 会端上餐桌来 那在贫穷与匮乏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是可以想象 就是普遍的是一般的农民跟平民百姓 他们常常会过的日子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餐桌上 最常出现的可能就是马铃薯跟粥 那如果像在那个沙皇或贵族等等 就是他们餐桌上可能就是吃鱼子酱 可能是喝香槟 而且他可能会可以取得来自商店里头 提供其他欧洲各国的那种奢华的产品 因此在俄罗斯其实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 可是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接受 你自己的那个阶级所在 然后你自己的生存条件是什么 所以这样子久而久之下来 其实他们也有各自习惯的一种餐点跟用餐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到俄罗斯这样子去旅游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我们可以吃到一些 比方说很基本的那个俄罗斯的基本饮食 他们其实你如果一进到餐厅里头呢 他会先提供的像咖啡茶或者是水 或者是无酒精饮料 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心 这是一开始这还没有进入正餐 那他们会先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 之后呢才会开始要去点正餐 那像俄罗斯基本上的那个餐点 包括比方说他们第一项是那个沙拉 那他可能是绿叶沙拉 可是他还可能有更多其他不同的材料 比方说那个甜菜 就是会加蛋黄酱或乳酪 或者是加上酸菜 然后或者是再加马铃酥 那甚至他可能还会领上醋等等 那这个沙拉是他们餐桌上算是第一道正式的餐点 可是他还是属于像开胃菜的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点菜的时候 那个如果那个柜台的人员服务人员问你说 那你第一道菜要什么 这时候就是沙拉不是 虽然是最先刚开始吃的道菜 可是他却不是他们概念中的第一道菜 在俄罗斯其实一餐的第一道菜 他们会指的是糖 所以像刚刚讲的那个罗颂糖 这也绝对是他们会最先享用的 那除了罗颂糖也就是甜菜汤之外 其实其他还有像包心菜汤 或者是酸味蔬菜汤 那这种酸味蔬菜汤 他里头会加酸黄瓜 这也是一般人到俄罗斯 如果喝到的话 可能会觉得比较不能适应的一种口味 可是对他们来讲 却是很日常的那个食物 除了这些 然后包括其他 还有像豌豆汤 蘑菇汤 或者是蔬菜泥等等 那如果要重口味的话 大概就是有那个乔治亚牛肉汤 而且这个时候 那个如果你点好汤 柜台人员一定还会再加问一句说 那你要加酸奶油吗 那对于那个俄罗斯人来讲 他们的回答一定是要 对这也是他们一定会夹在汤里头 一起享用的东西 再来就会进到第二道菜 那第二道菜其实就是一种 他们叫做煎肉饼的东西 他是用碎肉混合 除了碎肉做基本的那个食材之外呢 还可以夹着像面包屑啊 或鸡蛋或香草植物等等 然后也可能是用炸的或烤的 然后除了就是那个肉之外 有时候也会用鱼 那甚至会用一些动物的内脏 或者是猪肉 就是这个大概就可以作为他们的主菜 那主菜之外当然还有配菜 那他们的配菜比方说就会有 乔曼粥 或者是马铃薯泥 或者是烤马铃薯等等 那如果你在那个就是 饥荒的时候 你可能你只能要到一碗粥 可是如果在那个生产比较富足的年代里头 那他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就比较多样了 然后像这些东西就是 有时候他们还会再配上那个像香料抓饭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懒人包心菜卷 这是他们会把像绞肉啊洋葱跟米混合 然后包进菜卷里 或者是跟那个碎包心菜一起烤 那刚讲的这几道呢 其实就是俄罗斯一般人的餐桌上 最常见的东西 那也是去俄罗斯 就是可以一尝他们当地美食的一个入门 那对俄罗斯人来讲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那个 白面包与黑麦面包 可是他们的面包跟欧洲的那个面包又不一样 他们的面包有时候会做成有点像 看起来像像是一种烤饺子 他外面是面面包 可是他中间会包各种的馅料 那不管是甜的咸的水果 杏桃干 樱桃或者是青葱鸡肉等等 这些都可以拿来作为那个馅料 包在那个包在那个面包里头 这个就是是他们算是非常丰盛的一餐 对那最后就是当然吃完东西之后呢 他会来一种叫加糖的果汁 然后这种加糖的果汁呢 会用果干跟水来煮成 其实就很像我们现代的那个水果茶 所以沙拉然后汤 然后再来肉加配菜 跟面包加带馅的面包卷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 其实就是他们最常见的那个俄罗斯餐点 那像我们刚刚讲 他是这样子一道一道的问你说 你要点什么 然后他的出差顺序也是会是一道一道的上 那这种出差顺序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的熟悉 可是更早以前就是包括在欧洲 像在法国 他们的出差顺序就不是像这样一道一道的 是一次会把所有的餐点就是一起上齐 所以他会看起来一整个桌面非常的丰富 可是后来因为俄国后来学习法国的文化种种 然后当然包括学习法语学习法式餐点 可是在饮食上就很有趣的是 反而是法国像俄罗斯学了这种一道一道顺序出餐 所以我们像现在到法式餐厅用餐的时候 其实就会变成像这样子是一道一道慢慢的 就是你吃完后服务人员在才帮你上下一道 而不是像法国以前一样是一次就上完全部的 那这样子就变成说每个人就是都可以吃到每一道菜 因为如果你是一次全部上完的话 那桌面铺的满满的就是你大概可能只能吃到 你身手可及的地方 可是在那个整个长桌的另外一头的东西 也许你就吃不到了 那因此俄罗斯这样子一道一道的上菜方式 反而变成我们现在最常见 而且就就是大概是各个 不管是法式或者是义式或者是其他中式 甚至连日式餐馆也都是像这样子 是一道一道的上菜的那个方式 那这大概是俄罗斯料理 饮食文化中就影响世界还蛮深的 还蛮深的那个一点 甜菜汤好了 就是那个罗宋汤 它其实是以甜菜根为主要的蔬菜 主要的原料 而且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说 它是来自于乌克兰 可是它后来成为俄国饮食的一部分 那他们在那个俄罗斯的贵族的那个宅邸中 他们留下的食谱里头 其实就有详细的记录 他们经常供应这一道甜菜汤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这种甜菜汤不是给上流宾客的 而是给那个在宅中服务的 不管是那个可能是工作人员 或者是那个管家等等 可是其实他们就会发现 其实每日里头都会有这种那个甜菜汤 那甚至他在19世纪的时候 他也被当成是他们在大灾期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那个食物 然后因为大灾期就是是不能够吃那个就是大鱼大肉之类 必须要吃的那个清淡一点 那他们这个甜菜汤或者是包心菜汤就变成 他们很重要的那个饮食 那因此在目前留下来跟俄罗斯有关的那个食谱里头呢 就会教很多很多种甜菜汤的做法 那甚至他还有曾经被称作什么无产阶级的甜菜汤啊 或者是莫斯科的甜菜汤 那这样子就是在他慢慢的演变当中呢 其实就是把那个他来自于乌克兰这一点 其实就慢慢淡化了 那现在可能就是除了甜菜之外 他们家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比方说什么梅花卤啊或者是勾玉啊 那甚至那个在做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如果鱼睡着了 还要再加月桂叶胡椒粒等等 那用这些先用鱼做出清淡底 然后再烹制再加入其他的食物 这样子的做法也让俄罗斯的这些汤品 具有一种特殊的那个酸味 然后所以他们有另外一道那个叫做酸味索良卡 这个就还特别会用那种 腌制过的蔬菜来增加那个酸味 所以就是我们在俄罗斯喝到的汤 它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风味 就是它的酸 那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 是如果不习惯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这为什么汤是酸酸的吃起来很奇怪 然后我们还要讲那个俄罗斯特别的酒类 就是我们现在会觉得说 好像是福特加嘛 可是其实对俄罗斯人来讲 其实还有其他更俄罗斯的那个饮料 它叫做那个克瓦斯 那这个克瓦斯就是 要说它是酒吗 好像也不全然是酒 可是它又是 对它又是一种酒 但是它同时又可以当作汤底 所以不管你是休闲时候喝 或者是你在那个用餐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看到它的出现 就有时候还会有 我们看起来很奇怪的 就比方说 它就会用这种汤底呢 加上鲑鱼、欧禽、蒜、黄瓜跟醋 而且做成的是冰镇的汤 这就跟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觉得 它好像应该要热热喝的那种概念 就完全相反 可是你在俄罗斯你要喝汤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就会碰到一道冷的汤 那这个也是俄罗斯一直留存到现在 然后也是非常丰富的一道饮食 然后再评约